关注艾奥科技 获取最新案例 我是蒋正琳 今天我们继续往下拆 Mate 30 Polo的主板 特别是它的CPU 华为自主研发的麒麟九卓 拆解可以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当然它最重要的是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主板的结构 方便我们后期的维修 同时还能更快的 把新的数据传递给我们的学员 因为从我们这门毕业的学员 他们自己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研究新的机制 所以这个重任就交给我们了 接下来先把它屏蔽罩给它拿掉 它这种是不用吹的 直接拔下来就行了 CPU 转针 硬盘都在这里 这边罩子也把它拿掉 好 我们先来看下它单版的开机电流 差不多 我们只是做一个记录 供大家参考 好 归零了 我刚才直接是用二瑜伽夹的电 就是没有装检测脚的 也就是在以前华为的机型 它是不装检测脚是可以开机 但是一直是定在logo 然后过很久很久 然后再重启 但是Mate 30 Polo 它刚才没有夹检测脚 就是大概一会儿 然后电流就归零了 而且它是不会重启 不会再上来的 好 它的掌唇是海力式的 然后990压在下面 双层的 然后这样的鞋子给大家看一下 带胶 带胶 待会我们就要把它给拆了 那我们先拆硬盘 但是硬盘上面有一个很薄的屏蔽罩 给它挡住了 我们先用剪钳把它给剪掉 如果不剪的话 你可能硬盘拿不起来 这边我们轻轻一拧 它就能拧掉了 但是这边还有一点 因为我们要从这边下刀准备 这也是一个罩子 我也要把它给剪掉 要不然你没有一个好下刀的位置 这个很轻松 轻轻一拉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先把硬盘的胶给它除掉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撬 直接大口 从这边下刀 试试看 可以进来了 哇 这个胶好硬 跟上这个铁皮都掉了 这胶太硬了 哇靠 这胶 好 我们先回下面看一下 还可以吧 就这个胶特别的厚 特别的硬 这么硬 你看这个胶 外面的胶很简单 里面的特别的硬 我放在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处理焊盘 先放点焊油 给它先换一下 好 我们再刷一下干净 看看肯定要缠一下了 好 接下来我们先把CPU边缠的胶给除掉 好 我们选择从这里下刀 先找个位置卡一下 好 先刷一下 先刷一下 中层两边 好 装起来 新银了 哇 这胶太硬了 等一下 这胶真的很硬 会动 我需要拿个夹子顶一下 好 再来 这样的示范工地了 可以了 总下来了 OK 拿CPU CPU的话可能要选择一个 这里下到 好 我们翻显微镜看一下 哇 它这个胶真的是太厚了 放在里面看一下 好 我们先看一下CPU怎么样 这就是久违的990了 不过它下面的点好像没有苹果的密 跟A13的话 也别说A13了 跟A8可能还没有A8的密 先放一边 然后我们把底盘的胶给抽掉 然后把底盘的胶给抽掉 然后我们用吸吸袋稍微过一下 这个胶太厚了 吸吸袋把它撑一下 好 差不多 好 差不多 好 我们刷干净看一下 剩余的用刀刮了 好 接下来我直接用刀片除吧 应该是差不多了 刷干净 刷干净 好 现在我要把它长流的这些胶和锡给它清掉 先放点焊油 它这个胶真的是太厚了 我都不想说了 它这个胶这么厚 我不知道上回我们用的解胶水怎么样 我到时候给它倒上去试一下 硬盘 这个CPU CPU上面没有长流多少的胶 都在转存上面 OK 好 我把它刷干净 然后用这个解胶剂给它试一下 看能不能抽得掉 就拿一个CPU一个长存吧 倒上这个胶鞋 倒上这个胶鞋 可以 把它稍微涂爽一点 然后我们等个5分钟 看一下效果 好 它这个都不用5分钟 就一会就抛起来了 你看 直接就起来了 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 但这边好像没有 因为这比较厚 就是说 这个太厚了 可能水太少 我再加一点这个上面 这个CPU绝对OK了 先放边上 看这个长存 我再加点水 我再加点水 好 差不多了 我感觉它应该都已经 支离破碎了 先刷一下吧 先刷一下吧 好 多的地方我用刀片刮一下试试 好 还有一点 我可以再放点水 可以直接把它弄掉 反正一气呵成吧 其实用风签会更快一些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CPU的效果 CPU下面几乎没什么焦了 一点点扣一下 因为CPU焦比较少 没那么厚 所以轻轻一弄它就 全部没了 把背面看一下有没有焦 好 然后把CPU下面这些多的吸 再给它清理一下 上面看一下 上面可以用吸液再带一下 吸平一点 好 可以了 掌唇我们再刷一下看 咱们刷干净了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基本上不用风签 好 差不多了 把掌唇的吸液也稍微拖一下 那么拆掉硬盘和CPU之后 我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这一代的焦 真的是非常的厚 非常的硬 边焦是很软的 主要是下面 那么大家在翘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用硬刀慢慢的拧 一定要用薄刀往里面伸进去 你不伸进去 它那个焦太厚了 你根本就干不下来 这样子可能会导致你吹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由于时间的问题 再加上它这个新款的机器 这个直系网 我们又没有 然后我最近又比较麻 没有时间去做数据 然后去工厂打这个网 所以等以后有时间 或者等厂家又出这个网 我再给大家做装的视频 好 那么本期视频 我们就先到这里 为什么要留意 你不要找到这里 闻在这个地方 竟然吗 你会把均冒进去